古装剧《小女化不器》正在热播 剧中陈玉是七王爷的独子 有着世子殿下这样高贵的身份 他表面上是个纨绔子弟 见到美人就两眼泛光的花花公子 不仅没有同情心 还表现出心狠的一面 之前在化不器去药林庄求回春当时 仅有灯两颗到了陈玉的手上 不管化不器如何求陈玉 陈玉在众人的面前却是无动于衷 还直接将他当场赶走 但陈玉还有一个身份 林一克 陈玉表面上拒绝给化不器回春当 但转身便用林一克的身份给化不器送药 救了九叔一命 陈玉林一克这个身份深深的吸引着化不器 由于化不器正是七王爷要找的私生女 所以陈玉多次阻止化不器进王府 化不器对陈玉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更何况陈玉也曾欺负过化不器 但化不器并不知道 陈玉一直都在保护自己 而且之前也多次用林一克的身份救过自己 陈玉也是因为多次用林一克的身份接近化不器 从而对化不器渐渐的产生感情 九叔死后对化不器最好的人便是林一克 化不器一直都很感激他 还对他暗身倾诉 但后来陈玉就是林一克的身份 还是被化不器知道了 化不器无法接受 陈玉跟林一克是同一个人 在面对陈玉时 化不器忍不住拍打着陈玉 口中还说着为什么是你 之后还要陈玉将林一克还给他 如果说再留恋 也不能换回了世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